真的可以学习一下 那讲到 静于未发之未欲 其实我们修行 首先要做好很多心理建设 刚刚我们一开始已经提到了 无量寿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设 纵使身子诸苦中 如是怨心永不退 我们观察 李秉兰老师在教导老和尚 都有用这些远离远走 静于未发 当其可 看老和尚受了巨竹界 回到池光祖祖馆 要拜谢老师 李秉兰老师厉害吧 抓住这个机会点 远远看到师长老人家 就跟老师说 你要信佛啊 你要信佛啊 师长说那时候自己都愣了 我都出家了 说巨竹界了 怎么老师还叫我要信佛呢 这个机会点 抓得好不好啊 很好啊 诸位同修啊 大家有没有做过 非常perfect的机会教育点 对啊 我们听了 内行人看门道啊 我们得看懂李老在用的教学法 我们看懂了我们才会用啊 你看我们的子孙 他一生当中有多少个机会教育点 很多啊 犯错那个时候你不发脾气 那就是机会教育点 包含他要去学校的第一天 机会教育点 他小的时候 娇儿婴孩 娇妇出来 媳妇刚来 机会教育点 可不是要给人家下马威 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包含你的孩子要去读大学了 是不是机会教育点 你的孩子的第一份工作 是不是机会教育点 你的孩子生了第一胎 孩子出来了 这都是机会教育点 所以我们听老上讲经啊 我们得用心去领悟啊 一个静于未发 预防法 李秉兰老师给师长说 那个时候才跟着李老学教而已 就跟师长说 你讲的不好还好 你讲的好 以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这个是不是心理建设啊 这是老人的人生阅历智慧 先打预防针 后来师长真的遇到 没地方住 还住过火车站 当说没人扶持 心里觉得 老师都讲到了 假如老师没有用这种预防法 可能那个落差太大了 就退心了 所以《无量寿经》里面很多 都给我们做心理建设 包含 刘树云老师 有一次 请教师父上人 就问到 像我们这一辈的 我们这一辈 是老和尚的孙子辈的 七十岁的 儿子辈的年龄 四五十的 这是孙子辈的 所以他们这一辈的 孙子辈的 红法 比你老人家的难度怎么样 师父上人 马上就说了 比我难 十倍百倍都不止 那这一段话 我们听到了 对我们来讲 也是心理建设 十倍百倍都不止 所以纵使身子 诸福中 如是愿行 永不退 说实在的 红法 十倍百倍 不止难度 修行 也是啊 下连句老句是说的 末法众生 根顿 业重 根性 比起一百年的人 差很远 业比较重 像成德 厉害吧 那上去可以有多少诱惑染污啊 你看一个买东西 可能一进去啊 两个小时出不来了 灵然满目的商品啊 外模啊 现在网上 暴力色情那么多啊 所以孩子从小一定得 学地质规 非圣书 禀悟事 必聪明 坏心智啊 得把他的正气 利好啊 他正气足了 遇到邪的东西啊 他自然能判断 自然能避开啊 所以我们得 更好地把子孙的根基 德行的根基扎好啊 凡为外所胜者 被外在的东西啊 驾驭住了 自己做不了主啊 结内不足 凡为邪所夺者 被邪恶的东西啊 所控制了 结正不足 内在的正气不足 身体也是这样啊 皇帝内经说的 正气存内 血不可干 所以外魔 我们不说多吧 比一百年前 多十倍就好了 内障 叫内在的烦恼障 我们也不算多吧 十倍就好了 你看师长那个时代 他自己啊 十几岁就在想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就在想啊 怎么利益 全国人民 老儿上十几岁就在思考 这个问题了 所以老儿上 从小是要重振啊 因为他 所面临的 是对日抗战啊 所以他有 怜悯苍生的心啊 所以他想要为国家 做出贡献啊 你说我们在老人家 那个年龄呢 像我呢 这个都被 这些玩乐 欲望控制住了 做不了主了 一放假就想着玩了 也会跟老人家 差太远了 所以这内在所形成的烦恼 我们说死就好了 外死 内死 乘起来多少 一百倍了 我们分析这个 大家不要听完之后 很害怕哦 这不是我的用意哦 我们是要自知 我们所处的境界 市长也说啊 在这样的时代 你能修学成就啊 古人都佩服你啊 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 比他们恶劣啊 那当然 有佛法就有办法 不担心啊 那我们有自知之明了 外魔内障 无人不拒啊 邪多 正少 退意啊 竟难 退容易啊 竟不容易啊 那 弱多无苦啊 没有这些逆境恶缘 没有这些境界的考验 忍从和声啊 借笔磨脑 坚我怨利啊 借由这些考验啊 让我们的怨利啊 更坚定 断练出啊 百折不恼的态度 只要降猛 不怕贼强 我加了一个横皮 叫放马过来 所以我们有这种心理建设 纵使身子诸福中 如是愿心永不对 咬紧牙关 此身正无量寿 也不害怕了 而且祖师还告诉我们 静缘无好丑 好丑其余心 其实静缘障碍不了我们 是我们内心的分别执着念 才是障碍 所以修忍路最好的榜样 忍辱先忍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他遇到歌利王 歌利王是暴君 要给他凌迟促使 诸位同修 你们有没有遇过人家割你的肉 没有 那我们遇的境界都还比不上人辱先人 他这样的境界也没有障碍他 反而让他快速提升 那叫会修了 那我们现在假如面对 感觉都快喘不过气的境缘了 不要觉得问题在境界上 要拉回来 是我的念头 一转 山穷水赋 宜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春转过来 有时候遇到比较大的境界 陈德自己也会自我幽默一下 上天很瞧得起我 是吧 孟子说的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福乱其所为 这些境界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动心忍性 真义其所不能 就是这些境界让我们本来做不到的 可以突破 可以做得到了 本来忍不了的 忍得了了 本来包容不了的 包容得了了 本来舍不出去的 能舍了 所以下次大家遇到很大的挑战 也可以自我幽默一下 老天也很强的 这个不是我乱开玩笑的 这个是孟子讲的 亚圣讲的 这个也都是呼应 黄老说的 唯艰难困苦 备偿之以 方可成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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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